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家长有他的权威在啊 你让他读他也就读了 读完了之后记得一点 一定要给他一个正面认可 说你觉得这个小故事当中 如果你要找两句话来总结一下的话 应该是两句话 不管他说的对还是不对 按流程必须给他做正面反馈 说特别好 这两条抓的都很准 但是爸爸觉得还有一条是什么 各位这个时候表演他了之后 也给他一点点什么 提醒千万不要说过多 一二三四或者批评他 这个就会影响了他读书的乐趣 第二次我是给了他一个机会 我有一个当年的同事 一位大学教授 他到我家里来做课 那我跟教授一块喝茶的时候呢 我儿子我觉得离我不远的地方 教授就磕磕唧唧的说了 说一五 当年孩子一岁的时候 我记得你带到公司去 他那个时候那么小 现在转眼一下子就转这么高了 我说啊 他说看起来都特别有尼玛懂事了 我说可不是 我说这小子就一点好 最近把读书 变成了自己的一个好习惯 我说他经常能够在一个礼拜左右 读完一本书 并且把说中的内容 能说出他自己的观点跟见解 我在这个内容的人当中 我觉得我还是挺满意的 各位我说这话的声音 他刚好能够什么 听得到 所以孩子一旦听到了这样的声音之后 是不是觉得家长在别人面前夸他 各位他自己记下来了 声音大大小小 实际上我是一种暗示 然后我跟教授就说了 平时读书还要催着点 大概是事实跟这个就是这样的 各位我这话说完了之后 我们讲教授离开我家了 两天以后 儿子突然走到我的跟前跟我讲 说爸爸我最近读了这本书 我觉得这本书的内容讲得非常好 我写下了几个要点 你看看我的读书笔记 各位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点 正面认可可以让好的行为再出现 天下没有男孩子 就是你自己的语言 才导致了孩子在这块的惰性 因为他做得好 没有得到任何的表扬 所以成就感 荣誉感是驱动人们 再出去行动的一个力量 触碰到城的馆 什么事 感谢观看